中語語叫做小 唇要拉開 一定要拉開 拉開的時候臉上要像他就很好拉了 那你們平常在做自由心就很好拉開 一定要拉開 這個就叫做Yoga Yoga就是呢 一定你的背部呢這個胸部要開 一定要開一定要開 就是心量要寬寬 做完之後呢 做完之後開始呢我們就開始做自立神經了 好來做自立神經 好 現在要一百零八響 你的鼻子也瘋 眼睛好像覺得也很明亮 有糖尿病的人會活化不動 食指腹膠感 先從膠感開始 先吐 就是吐氣 你能夠吐的越長越好 就慢慢吐 一般是吸我們先吐 好 好 吸的時候就稍微平 平氣 只要換吐叫感 吐氣 好換手囉 吐氣 手都不用換 只要是食指跟食指 對 狮子按下去就好了 吸氣 阿蜜塔巴二 一定要念呢 記得要十的去念 二邊 吐氣 阿蜜塔巴三 一定要念喔 你不練果的話 沒有辦法達到殘境 殘境 你只是在念什麼 練你們的數字沒有用 一定要配合阿蜜塔巴 一定要念佛佛 十次 非常好 比如說這樣子 我們就做了一百零八 相約時間關係 慢慢放下來 開始我們進入到 阿蜜塔巴 來開始 今天我們訓練的 純粹鼻子吸 嘴巴吐 開始來做十次就可以了 鼻子吸 嘴巴吐 剛好一次 這句阿蜜塔巴 阿蜜塔巴 阿蜜塔巴吐 吐氣 吸氣 反反的前定就好了 我開始來講 繼續講金剛筋 當然我們講到一項五項呢 這就是叫做 五眼大神同體大飛 最基本就是 如何從我們的一禪二禪 三禪四禪 我們說的 因為這個一定要聊韓 虛佛韓 還有我們這個金剛筋裡面 都有我們所謂的 這個虛佛韓 或者是阿蜜塔韓 就是阿蜜塔韓 虛佛韓 這些都是在一項五項裡面 都要很清楚的 重點是在 因為我們呢 為了要配合 這個沒有我眾生 人受責 一定要淋孕 一定要淋孕 那這個只是要讓我們 去了解到這個阿蜜塔難行當中 跟大眾合而為一了 所以我們就要進入到 我們的大腦莊嚴淨土了 這個在第十分當中很棒 因為在這個燃燈火的過選當中 我們的阿彌陀佛是在 世之在瓦 我們的釋迦摩尼佛 他剛好是在我們的燃燈火 所以他說是莊嚴悲莊嚴 所以你要了解到呢 我們的大腦這個西域尼三 你假設這個欲見不在執著的話 我們就可以進入到這個地方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最重要的 應有所住的神奇心 也就是我們的六祖大師 就是成文的五 第十分當中 瞭解到這個法的殊聖 這個叫莊嚴淨土 莊嚴淨土 也就是六祖大師呢 透過這個五祖 因為剛好在客棧當中 聽到這一句的經物呢 這叫應無所住的神奇心 那第十一分當中 五為福聖 假設我們認為就是說呢 恒和撒樹呢 你做了這麼多的布施功能 但是你懂得一念盡性的話呢 比你故事恒和撒樹的這些功德 七宝的功德來的更多 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到 金剛經不可失業 一念盡性 一念盡性 我們要學習 如何讓你的心呢 真正的回到之身 一念盡性 再來呢 學習尊重正教 因為我們的身體裡面當中呢 每一個經 因為經典是透過明 這個明就是我們給它一個大名詞 就像我們也有一個名字 這本就叫做金剛經 我們每一個都有明 明它有一句一句的 每一句呢叫做知情無常 涅槃極境 我們所謂的這一些 都是一種所謂的明句文生 所以這個詩句句代表就是 我們一定要學習到的 你能夠學習受持 這就是第一稀有之法 稀有之法 所以這就是我們最重要的尊重正教 我們的身體裡面呢 你秉持著聖心正念呢 瞭解到生命就是更多的核心 更多的尊重 更多的包容 就可以達到更多的大愛了 所以如法受持第十三分 假設我們前面呢 全部都是在講有為的 金剛經的這一些 從有跟無當中呢 回到這個真正的呢 引起信控當中 就是懂得我們一定要法受持 所以這個是釋迦佛寧法呢 對這個持經當中呢 特別為這個金剛波羅 波羅蜜名職當中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持送 那最重要裡面當中有提到 你要了解到我們的持經當中呢 有三十二項 但是這個法呢 本無法 雖然它是微塵又是非微塵 只要你能夠了解三十二項 代表我們的人體的身口 一到回到染色 體又沒有對立的時候 這就是最高的 也就是以恒合殺的生命不施永法 這個就是法最高的法 所以何謂的法呢 如法受持 了解金剛經說的 非法非相 因為我相人相眾生相 那再來 離相極滅第十四分 假設我們了解到呢 因為從這個生解力氣呢 因為釋迦牟尼佛透過在講經的時候呢 我們的蓄力體呢 異類被替他非常感動 因為金剛經呢 他連續呢 透過這個方式 曾經他三次類調整的呢 求著釋迦牟尼佛講的這個法靶 那相對在這個區塊又再次重複 離相極滅 你能夠呢離開 我們所謂的離就是佛地凡夫呢 首先我們一定要離偏真就是生文元節 再來就是我們所謂的離真就是菩薩 再來就是沒有真沒有假的話 這才是我們如來 如來自在 所以這也就是要離一切上才能夠極滅 所以為什麼透過我們的忍入先人呢 他當下就是因為化了這個大願 他沒有稱沒有恨 所以才能夠離相極滅 才能夠將這個無神罰人 透過那一次有所成就好 這也就是我們呢 最重要的這個十四章當中 要讓大家離相極滅的 對不起 第十五也就是進入到我們很重要的 這個是我們整個金剛中 整個最重要的一個壓軸 這個叫持經功德 所有的善男子善女人 你能夠我們所謂的初日分中日分 大概以前在印度時間呢 十二六這個東西叫做二六時鐘 所以我們會分吃日分中日分 還有這個所謂的夜日分 最重要就是我們二六時鐘都要持這一本金 這一本金就是金剛 金剛就是我們從第一個法會原有 就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所以這個信心就是我們的染色體 你這個呢染目我們不要 我們就是如法界種子 不是用如明的 是用長期光的進來之後 你好好的行持 怎麼行持呢 我們跟人家講呢 這一些雖然是空巷 但是你的身體要做出來 你要行出來 讓人們見到我 沒有我像人像中這一項 所以這個持經呢 會比我們真正的呢 從讀誦意念在持 展現就出來了 那因為你這麼完全相信這個染色體 所以我們能夠禁業章 能禁業章 這就是我們今天呢 透過呢十五章整個壓軸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什麼 一念盡心可以消夜了 所以這個禁業章分就是 你只要秉持著 我們的身體就是一副經 好好的行持 如同呢 釋迦摩因果告訴於我們的 在無量大神情節當中的燃燈火呢 讓我們了解到我們身體裡面 有八萬事先鋒 這一些都是要讓我們了解到 受死功德當中呢 只要你秉持著一念盡心 比你呢 做的七寶值一千億萬 七寶功德來得會更加的好 除非呢你了解到 可是你又無以無息就沒有了 無以無息就沒有了 所以呢 進入到我們的就近無我分 假設你能夠真正的了解到呢 我們持經功德一念盡心 所以身體內外無外 就近無我呢就可以進入到 我們可以滅渡一切眾生 但是也沒有一切眾生滅渡 也沒有一切眾生可渡了 所以在整個第十七分裡面 達到我們所謂的 這個安妞多勒三秒相菩蒂 所以它整個的殊聖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來一切說 佛法皆是菩蒂所言的一切法 所以他說即奉一切法 意思就是說 這一些法呢是非法非非法 我們一定要學習到 如何讓我們真的進入到 這個是我們十七分裡面 最重要的就近無我 因為能夠敬業之後呢 你跟我沒有自分 就是三分幾空 無內無外 這也就達到我們現在 所謂的最重要的一體同觀 十八根 金剛心裡面的一體同觀 我們要記得呢 我們從我們的肉眼繁複到天眼 到我們的慧眼智慧 文實修慧到法身遍滿虛空 學習如來的時候呢 這個就一體同觀 可以達到法界通化了 法界通化的時候呢 不管我們累世呢 有三千大千 或者是七百五功德當中 你只要一念盡興呢 我們的一念讚嘆呢 就可以進入到法界了 所以我們就進入到 最重要的金剛心的 另外第二個重點壓軸 叫做靈色靈相分 就進入到二十天 你一旦沒有任何的 我像人像眾生相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記住了 看到記住如來的相當中 我們又了解到 如來就是無來無去 所以你我們已經記住這個相了 所以一定要了解 是明珠相具主 但是你一定要學會 一定離社離相之後 就進入到我們金剛經裡面說的 非說所說第二十一分了 所以我們要了解到呢 整個佛陀裡面說過的 金剛它本身就是一個 波羅大智慧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提示了 所以他說了 佛法莫做事念何以顧呢 若有人說我說了四十九年的法呢 即使放佛我不能解我所說的 故修比利呢 法者無法可說了 所以了解到非說所說 我們就進入到 人生命裡面最重要的無法可得了 所以我們學習任何的方法一定要放下 回道至深回道至先 只有呢 將脾氣毛病改變了 更加的柔軟慈悲 學會真正的清淨 學會真正的菩提 也就是無大菩提當中 讓我們就叫盡妙覺 才能夠進入到無來無去的如來 才能夠進入到極滅 也就叫做清涼 所以我們了解到呢 無法可得 我們就回到盡心了 那這個心就是心壁法 我們了解到我們的身體裡面呢 恩田就是我們的使均 敬田就是我們的 一切男是我父 一切妳是我母 再來悲田 悲悯我們身體裡面的 包括這些個眾生 就是盡心行善了 只要我們好好的透過行布施 行法施 行財施 就可以達到三輪體空 這些就可以跟我們所有的功能 達到敬業了 所以這個福智跟無比了 就是說我們的福慧兩族聲 就是從金剛機裡面呢 再再告知我們 妳好好的在家真心的懺悔 好好的呢 來到佛事的時候呢 都秉持了這份的恭敬的心 看到每一個都是未來佛 未來佛 所以你看到多爽 就是我們自己去解釋自己 解釋自己 所以到後來我們的福德兩佛尊之後呢 化無所化了 就如同我們也可以 我們的念場也可以像什麼 諸佛菩薩的 因為我們的念念啊 都是佛菩薩 所以脫無所化 所以我們可以幫助周邊 所有動物有相關的 將我們的身體裡面 八萬事件所展現出來 所以就進入到二十六分 法身飛向了喔 所以這些法身飛向裡面 有個最重要的 也就是我們的金科玉力 也就是我們所有的金剛精的寶典 最重要的 它呢已經進入到法身飛向分了喔 瑞色見我 以應生求我是人景邪道 不能見如來 所以我們的無形陰魔呢 一定要配合金剛精 了解到呢 妳用應生聽到的 還是妳感覺上呢 有好的聖境 還是有壞的聖境 妳都有喜跟樂呢 妳就進入魔境了喔 所以妳要不能得如來 所以她說以色見我 妳看到的呢 所有的入定的禪境的 這些境界當中 它裡面代表就是色受小形式 每一個色都有代表 使法界的觀念 那每一個觀念 都從我們的身體裡面起心動面 所以我們講要學到無斷無滅 沒有所謂的斷面之說當中 我們要了解到呢 因為這就是我們一定要學習到阿妞 用多久三秒三不停的話 到後來我們就進入到二十八分 妳也沒有所謂的灘 也沒有所謂的瘦 因為沒有感受 妳就不會去直取 不會直取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將妳的威仪展現出來了 這就進入到五點二十九 二十九分 我們呢一定要威仪三千 三千威仪八彎四千個細形 這就進入到呢 人不解我所所所義 何以不如來啊 無所從百義無所去了 這就是如來 如來自在 一合理像 瞭解到呢 我們的生命本身 內跟外都是合一的 沒有分離我 瞭解到之後 之間就不會立之 所以我們就進入到三十一分 之間不生了 沒有之間立之 頭上安頭 這就是我們呢 整個金剛精進入到 從前面的有為到無為 完全都是從向到非向 進入到 因霸灰真分 所以這就是我們整個 所有的正性者都要了解到的 所有的經典到後來 會歸到我們的身體裡面 我們的身體裡面 一共有三十惡意 三十惡象 相對的 這也就是告知 我們生命裡面當中 所有的八萬事情的眾生 一切都回到我們的生命了 所以我們是要有肉體的 所以他說的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易如電 因作如世觀 這也就是金剛精裡面 最重要壓軸的一個正法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五十英火 就是透過了它來破 所以金剛蜀呢 我們一定要先從 國地凡夫 實信實柱 實醒實回向 學到家行為要軟頂忍 是直接就進入到我們的初地 所以有時候在元節經當中 我們的初地跟實柱會很像呢 實柱會很像 在金剛經裡面 當第十五分當中 假設你學會實經功的 了解到經典沒有離開自身 你就會越來越感動 我們的肉體呢 很怕生病 很怕病癌膜 但是呢 你將這個身體呢 就如同經典一樣 為法正軀 去想法的話 其實我們的生命 就這樣子去破除 就形成的金剛蜀了 這就是五邊無際的法生 好 那我們就將金剛精 從我一本當中 來破我們的五十英魔 那因為五十英魔呢 從我們現在這一本 留的人你就可以看 那下次呢 我希望說 我會請靜遠啊 看記這個所謂的這一本 金剛精 這個什麼 嫩眼睛對 嫩眼睛呢 看了一下 最好呢 不用讀 不用了解太多意思 就先讀 讀經千變其易至限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們大概從第幾篇 我大概讓你講一下 你就知道 然後他就從射音就開始講 從這個射音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他開始在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現在在講 所以從這個 這篇裡面就開始了 就從這個二十一頁開始 就安難當之 奴坐道場 笑若諸念 其念若盡呢 則諸離分 一切精明 動靜不移 亦旺如一 此處入三魔地 如名入人 處大幽暗 精性妙境 心未發光 此則名為 社英居 這在告訴我們什麼 要了解到呢 我們一定要離我們的念 因為我們的念是 我們一直看到那個染色體當中的 那個黑點下來的 對不對 那是無名 所以我們要離我們的 這一種無名的念 講回到至深 你清楚到回來 衝進的時候呢 你也不能因為這樣很高興 無導 這樣子你就會掉到射音來了 你就直到你 直持你的身體 身體實際要讓你借假修真 結果你固執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二十一頁呢 就是這一本 五十一我當中 就是進入到我們的第九卷 也就是呢 從七區開始再講 二十一頁這個就是我們的射音 裡面的前面這十個就是我們的什麼 十個陰魔了 在後面就我們的想 受再來就是一個感受的受 也是十個陰魔 再來呢 想 這個都是你可以看這個文字 幾乎都是跟我們的身體裡面 沒有離得很遠 沒有離得很遠 到我們的第十一選之後 就我們的行、陰有十個膜 所以十個膜就是你要透過運動 像剛剛這個運動呢 就提升我們的動能 就提升我們的熱能 就提升我們的細胞 神經血液細胞的什麼 原動 就有記憶之後 就回到我們的生命的原球 叫做什麼光能 也就是我們將呢 這些阿萊爾驗測的種子 透過大圓靜置 我們理知了 所以這個叫殘靜 將我們的生命整個進化 就是一定要透過運動 所以這個行跟事就是一定要請大家呢 了解經典之後一定要去行出來的 就對了 懂不懂 重點是在行而已 好不好 所以我們最後呢 我希望大家 慢慢來 我們現在開始來談 教大家來做睡功 來做睡禪 來 先請大家教一下睡禪 動一下 先動一下 好 來 抽多一點之後 麵頭都在哪裡 對 沒人在念得很奇怪 說就要做過 我們都沒在睡 沒人在睡 一定要念佛好不好 好 念完之後走 蓋著 嘿 你們的蓮花要開得清楚是 你每一個當下你都要感到 你是你念阿彌陀佛 都要念阿彌陀佛 你知道嗎 不要這樣做這個問題他還不一樣 你們那個境界都被拿走 你要回到自身就是這樣 好 來啦 對 動一動 我們現在開始來做睡禪 動一動 睡禪呢不能超過喔 所以這個禮物 抱歉 你這樣很感謝 你忙碌到很小吃也不行 也太大吃 抱歉 你不能通過 別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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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別人通過 訓練 別人通過 好 我們現在教大家 這個只是要讓你們再訓練的 但是真正躺著就是要這樣子 來 雙手放下來 放輕鬆 放下來 對 這樣子 那手呢 躺著 我們全面阿 這個是右腳左腳 左腳在上面 所以要跨出來 對 跨出來 對 跨出來放輕鬆 就這樣子 對 對 那手呢 躺著我們攀骨 對 那這邊要練著阿彌塔吧 所以這個齁 這個齁 這個睡腿少太小 唉唷 請問 不要說 我就不黏 你來喝酒就睡了 睡不就倒 我就不跟你說 你快去睡 所以一定要記得齁 這樣子自己練阿彌塔吧 對 練呼吸齁 現在就用安拉班納 一直用呼吸法 自己去練齁 要躺得很舒服喔 對 假設呢齁 輕鬆已經超過別人家的結界了齁 對 放輕鬆 對 腳要 對 你要記得你們要伸收自如 對 伸收自如 對 伸收自如 對 伸收自如 這樣子就對了 放輕鬆 很好 對 今天齁 我們的左腳一定要畫出去 要不然你這樣子沒有辦法很久 沒有辦法很久 對 很好 對 要這樣子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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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就可以很久了 對 很好 對 很好 但是骨力很跨兩門 你不用設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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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躺這邊倒出來一點 我們現在一定要保持好一個結界 這個結界就是我們身體裡面的食節 五頓跟五力 我們不要去破壞就不會 對 這樣子 這隻腳拉下來 對 對 對 這樣子 用那個安拉班納 那個吸氣法師對不起 我們還是不能抄接 你是要設計了嗎 設計好 來 抖一塊就好了 一隻小塊就好了 對 所以呢 對 無論你再來 不行不行 沒有超過沒有超過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是要縮小自己了 對 來 對 對 你再教也說明過 剛剛你就盡量拿開 對 手在這裡 對 對 這樣子進 做安拉班納的呼吸 阿密塔巴音 這時候嘴巴就閉著 用鼻子就可以了 一呼一吸 一呼一吸 老師這個手要怎麼換才能 這樣子 就這樣子 有機會的話 來 我們現在慢慢的 回到大字 放輕鬆 來 回到大字來 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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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字就是說 因為你們現在這個是 好像是土地嘛 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你們到 喜馬拉雅山的時候 他是一個沒有辦法 讓你呢 跨那麼平睡 有時候是跨在小壁上 對不對 所以沒有關係 你現在就盡量拉開 好拉開我們現在用自由機 用自由機 躺著拉自耳機 拉肚子 好 自己去拉自耳機 那腳呢 腳怎麼去做 腳有收斂的 可以拉平的 亡羊餅這樣子 也拉平 也可以彎起來 對 自己每個動作都最好 練一前一項 要練到 了了明明 料完之後呢 回小向大 回小向大 就記手要拉開 肚子要拉開 對 拉開 拉開完之後呢 有時候我們剛剛是不是 剛剛坐著也在拉 現在呢 腳你可以 像剛剛我們在住的時候 行住坐牧的時候拉起來 腳拉起來 再放充 對 很好 等一下拉 拉 放 對 這樣子 我們的行住坐牧 這樣子會了嗎 還有威影 吃飯也要有威影 吃飯的時候 我們共養完之後呢 我們要有這個什麼龍 這個鳳 鳳要握著這個所謂的丸 這個龍 點這個抓來吃的時候呢 這個威影 這個我們金剛經說的威影 這個威影 這個威影三千需要的 營業呢 三千都在阿彌陀佛身上 我們的呢 維繫的八萬四千的維繫的什麼 我們的念頭都要回來 好 這樣子手拍完之後 動一動 有時間的話來 大量的話 我們先在你的地上 拍十項 快速的拍阿彌陀佛面試 好 直下就可以了 慢慢的我們側的就起來 側邊回到右邊 回到右邊再起來 回到右邊 回到右邊也起來 照你爹子吃汗 吃汗 也照你提電 好 這樣也不熟的時候 會回來回來 好 所以這個就叫做什麼 飛龍跟麗 老師傅 老師傅 倒了 這要先給立龍本丁 對 對 那就是我們說的 卓國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這塊 跟鼻木 跟鼻木一金 對 這在小腿 鼻木一金跟阿斯比金 這裡 這樣子小腿 小腿對 好 就是大家這樣去 這樣子就從這邊拉到這裡 好 這個我們的3D的書 都看得很清楚 你就看到那個阿基里實踐 我們的3D單一書 叫阿基里實踐 每個說的阿斯比都沒有關係 都一樣話 那只是一個研發者的名字而已 對 我是 我 我在做那個 哇 我們打車過的話 像你怕了 過的話 是不是會看到很多房子 炒 都不要去管他 怎麼懂 你有沒有好奇說 哎呦 你車子呢 快點下去玩一下 你下去了 念頭就裝下去了 一念阿 你就沒有一個信主 就被拉走了 你那時候就趕快回來 那邊談吧 他的境界你就扣過了 你綁中就最好看了 綁中的時候 你來的時候 你就不會再扣一下好不好 這個叫做夢中中音 夢中中音 這個在我的胎反式化裡面的化身 就是化身 所以 那我問你見到什麼都不要被境界轉 你知道嗎 一君一下可以了解了嗎 一君 老師 其實 我有看到阿彌陀佛在那邊 對 你就說謝謝阿彌陀佛 我會學習你的48大院 對 對 我意思就是說 從今天開始阿彌陀佛 我要學習你的精神 懂嗎 懂不懂 不用喜樂 也不用悲傷 你知道嗎 下次也看到魔力不怕死 因為他都是我們自己幻象 邊緣系統的東西 理解嗎 一定要記得 他只是肯定你這是好的聖境 但是你要不要更專進更慈悲 就是無量貌 無量受理 所以這個境界就是 不要跟著他跑去 要怎麼樣呢 要見有落伍 見到這個境界就和沒有見到的境界一樣 不要生花心心 也不要生什麼 討厭心 這就是我們從 射受想形式 五個 五十個英文 每一個你都有免記住這個終止目標 也就是我剛剛特別強盜的 金剛經第32分說的 一切有違法 如墨換泡影 如露一如電 因作無視乖 是不是我們上次呢 各位你要不要快速來講一下 也是因為呢 進入到這個所謂的迷惘的時候 是金剛經破除了對不對 法師大家好 其實我後來就是有聽到一些 就是一些眾所聽到說 看到什麼東西 聽到什麼東西 其實我自己感受的是 那是一個過程 然後是老師引到佛人佛者 魔藍佛者 魔藍佛者 不用去執著他 那真的是 靈靈性同的東西 而且我說 這是一個過程 去走 我們講到的緣起 信口氣 就是要知道說 什麼事有什麼事沒有 我那個摩清明 我當年去認識他 而且上老師 這個課程 他只叮嚀叫 但我們就說 任何境界的老師 都標訊你會他 靠腸就好 這樣就靠腸就好 我那時候就是因為自己 擋住的時候 就那個 氣架的時候 我的就是那個 心要滑著 那心就是拍你 到處跟人家走 你下次關心不上了 手就舉起來了 就這樣就改了 會想當《牙焙》 嘗試說 你完成了 我認識到 你會想當人家走 那個避免 哪個避免 那一個避免